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 那分享的目的也是想让听众朋友了解 有的时候我们生命的路真的很弯弯曲曲 但是如果当我们专心在身边发生的人事物 给我们的启示或者是灵感 那我们就真的很有可能找到属于我们自己人生的路 刚刚在开播前就跟志源先聊了 其实我19岁的时候 我是在一间演艺圈的经纪公司担任练习生 然后每天就是进去这个经纪公司 然后做歌唱培训啦 演员培训啦 甚至记者问答培训啦 这一类的课程我们每天都要上 那那时候其实蛮愉快的 可是大家应该晓得 就是演艺圈的生态 有时候是蛮残忍的 比如说我每天都会听到一些很难听的批评 就是你太胖啦 然后你这个个性太精明 没有人会喜欢你啊 就是试图想要把你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商品 但是却磨灭了我们个人的个性 或者是独特性 所以我常常会不知道自己是谁 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像要一味的讨好大家 可是我演不出来 我也觉得很不舒服 然后最终却被评为没特色 我觉得这三个是在演艺圈里面最难听的批评 就是没特色 比糟糕还糟糕这样子 后来就离开了演艺圈 之后也大学毕业 那就蛮彷徨的 因为我从小除了表演者之外 我不太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旁边的朋友啦 包含我的家人啦 都觉得我应该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所以我就参考我的同学 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做金融业的 所以我就也去应征了金融业的公关 我不用直接面对金融商品 但是我还是做跟人蛮有关系的一项工作 那一开始也蛮愉快的啦 算是我习惯我也喜欢的一个内容 可是久而久之 因为我对金融业实在是太没有兴趣了 太不符合我的原厂设定了 所以我还是感到很痛苦 就外面的人觉得 哇你在一间大公司工作应该很棒吧 可是冷暖自知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快不快乐 所以我就越来越难跟别人说明我的状态 然后能量越来越消沉 那时候就遇到了两件事情 简单来讲一个是推力 这个推力就是我开始遭受到我的同部门的主管 同事的一个排挤吧 这样不细讲了 那另外一个是拉力 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认识我很久很久了 那某一天他突然打给我说 苏绪欣我想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然后我那一天非常的震惊 我就半夜立刻把他叫出来 我们就在河堤边 然后聊了整晚就陪他聊 那之后我也陪他走了一段不短的疗愈历程 那个时候我什么心理概念都没有 可是就是一颗真心陪着他走 然后好险到后来他渐渐好转 某一天他就自己问我说 苏绪欣你有没有想过你蛮适合当心理师的 我那时候对这三个字真的是一知半解 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还上网查了很多资料 然后才真的步上考研究所啦 然后实习啊写论文啊 然后最后才考上国考的证兆 变成心理师的一个历程 所以这中间我可能花了十多年 才真正找到自己生命的路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历程还蛮不容易的 不过你要感谢你的朋友 你真心陪伴 结果还没有换来绝情 的确是的确是 反而是换来一盏明灯 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那今天呢邀请到了于欣啊 跟我们分享这一本新书 首先呢我们来聊聊这一个心理能量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知道 心理的能量有多少呢 我把心理跟能量两个字拆开来 让大家比较能够理解 我们先来讲能量好了 虽然大家会觉得能量听起来好像很玄幻 好像不科学 可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万物万事皆是能量 包含你前面的桌子 你的手机 你这个人体 空气 心体 全部全部都有能量 所以能量是无处不在的 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啊我今天能量好低哦 或者是哦我今天能量充沛 原因在于我们的心理状态 所以心理能量就让我们看见说 我们的心理状态发生什么 取决于你今天觉得有能量 还是没有能量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能量不见 因为我们的周遭 随时随地都等着给我们充电 可是我们这一只手机的电池 有没有坏掉对不对 有时候是你电池坏掉 电才充不进去 否则电其实是源源不绝的 那我们心理的这个电池 从小到大它是怎么样养成的呢 它有没有一些破损啦 有没有一直冲进去电力 却一直流失啦 还是它有没有一些脏污卡在那边 让电力没有办法跟它连接 这都是我们需要去自问的 一个很好的问题 我们常会听到人家讲说 正能量跟负能量 那到底我们的心理能量 可以分为哪几类型 我们可不可以透过一个 简单的心理测验 来跟大家做分享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说 每一个人都有正能量 跟负能量同时存在的状态 所以我们待会去了解 自己类型的时候 不是说某个类型就是好的 某个类型就是不好的 而是每一种类型 都有你在能量平衡的时候 你发展出来的一个 很棒的状态 也有你在疏于照顾能量 能量失衡的时候 发展出来的一个 有点糟糕的状态 所以我们每一个类型 都有不同的状态跟面向 那我们当然每一个人都要去 好好的照料自己 让自己的能量是处于平衡的现象的 那我就用一题我的心理测验 来让大家在线上检测一下 你大概目前是属于 哪一种心理能量的类型 我要先说一下 这个心理测验 其实总共有11题 可是志源的节目只有一个小时 对不对 那我就用其中一题 来跟大家稍微测验一下 所以准确度一定有影响 如果想要知道最准确的答案 欢迎大家去看书 但是手边没有书的朋友 我们先用一题来暂时了解自己 好 那这一题是情境题哦 我们邀请志源也跟我一起做 好的 这一题呢 想象一下你跟你的伴侣出国旅游 然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因为出国旅游常常要磨合嘛 住在一起啊 24小时都在一起 所以你们吵了一个非常激烈的架 然后对方呢 认为你们有难以磨合的面向 所以对方向你提出了分手 这个时候你觉得直觉的回答 你通常会回应什么样的话语 以下总共有ABCD 四个回答 请听众朋友呢 选一个你觉得最贴近你 可能会讲出来的 通常会讲出来的话 而不是你觉得最棒的那一句哦 要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 好 当对方提出分手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回答什么呢 A 分就分啊 有问题的是你 请大家也参考我的语气 有没有比较像 好 那B的答案是 我很讨厌轻易就说分手 根本没有沟通啊 这个是B的答案 C的答案是 可以不要这样吗 我们刚刚不是还好好的 为什么现在变这样 这个是C的答案 最后一个D的答案是 如果你已经决定要分了 那我也没办法 OK A B C D 请大家选一个 你觉得 我怎么觉得我的答案是 另外的呢 另外的 好 我相信大家的答案一定有另外的 但是因为书的篇幅的关系 我帮大家稍微整合成这四个 就是只能从这四个当中挑 对对对 没错没错 不要太贪心啊 我们就挑里面有的答案 比较靠近你 想要讲的那个答案 不然志源你也可以分享你的答案 我帮你看你比较贴近哪一个 我的话啦 我会觉得说 那可以等回国之后再说吗 哦 等回国之后再说 因为毕竟人身处在异地嘛 然后你突然分手了 那就是一起去的 那如果是跟团你就很麻烦 我觉得跟团还好一点点 因为至少你可以跟这个团回来 可是你自助真的很麻烦耶 所以我猜志源是一个蛮考量情境 然后也会希望整个氛围 尽量是好的 对吗 对没错 就是你通常人际相处 会蛮照顾现场大家的感受 那我会觉得 B或C比较像你 比如说B的答案就是 我很讨厌轻易就说分手 根本没有沟通 我们再沟通一下 再决定好吗 我觉得B的答案或许更像志源 对 如果这四个应要选的话 我会偏向B OK 好的没问题 那听众朋友 ABCD也有你 比较接近的选项了吗 我们要公布答案咯 那刚刚选A 分就分啊 有问题的是你 如果你的对话 通常都是比较这种直率 快很准 讲话也许也比较锐利的人 你就是属于能量锐利型的朋友 你可以想象你的能量状态呢 就像一道雷射光 非常的直 而且能量很强 常常就是戳纵那个问题的点 那这样类型的朋友呢 也许你从小到大 常常被夸奖的是 很亮眼啊 有自信啊 适合当领导者啊 等等 所以你在能量平衡的时候 的确你都可以很雷厉风行的 去做你的工作 跟面对问题 直接坦率 有亡者的能力 但是锐利型的朋友 在能量失衡的时候 我们就常常去刺痛别人 然后在你身边的人 也应该蛮常回馈这样的人 说在你旁边 我压力真的很大 然后你也会发现 大家渐渐的就远离你了 因为你就是容易看见 别人没做好的 那一个小小的点 就会被你挑出来 那没有人想要被挑刺的感觉 因此你也会遇到这样子 冲突跟挫折 这个就是能量类型的伙伴 好 那刚刚如果跟志源一样 比较偏向选B的 会觉得 我们可以不要 现在就决定吗 我们来沟通一下 你想要继续沟通的 这样的伙伴呢 我们可能B类型的 就是能量震荡型 从小到大呢 这类型的朋友 应该常常被旁人夸赞 会讲话 很活泼 有表演跟艺术天分 志源你有吗 我好像是耶 不然我怎么靠声音工作呢 对啊 很准哦 所以这类型的伙伴 在能量平衡的时候是 非常擅长 阐述事情啊 炒热气氛 然后也是团体中注目的焦点 可是当我们在能量失衡的时候 我觉得这类型的朋友 脑袋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会过度的在意 他人的评价 会非常非常的不安 所以这类型的朋友在 能量上面是非常震荡的 你会觉得有时候好棒哦 可是有时候为什么又掉到谷底 好 那如果你选C 可以不要这样吗 刚刚我们不是还好好的 选C的朋友 你们是属于能量 那从小到大呢 你们应该比较常被旁人夸赞的是 乖巧听话 亲切友善 或是认真负责 因为你们非常擅长于同理跟陪伴他人 在能量平衡的时候 这类型的朋友是很温暖的 是非常棒的倾听者 人缘也很好 尤其像心理师啊 医师啊 这种助人行业 通常都会是这类型的朋友 可是迂智型的朋友 就是因为你们太常把自己的需求塞在里面 好像里面堵塞住了 你都以别人为主 所以失衡的时候 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害怕 跟不敢出声 然后能量场瞬间就散掉了 好像没有自己形状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类型的朋友也很常受到罪恶感的侵扰 非常非常害怕别人不高兴 好 那如果你是选择低 有一点冷冷的说 如果你已经决定分手了 那我也没办法 如果你选择这个答案的朋友 你就是属于能量隔离型 有点像你身边厚厚的城墙 别人怎么攻都攻不破的感觉 所以这类型的伙伴呢 可能常常被旁人夸赞的是 冷静理性逻辑清晰 很会解决问题 听起来就是个理工脑 对不对 那通常他们能量平衡的时候 是真的很能够跟别人讲道理啦 讨论事情啦 找寻正确答案 发现问题等等 可是能量失衡的时候 旁边的人就完全没有办法触碰到你 甚至会抱怨你 都没有在听我讲话啦 都不在意我啊 好像我的情绪对你来说都不重要啊 等等 反而会丢更多的情绪炸弹 跟这一类型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是情绪隔离型的朋友 我们真的要来练习 怎么样好好的与人连结了 OK 这就是我们简单版的心理测验 欢迎大家去做完整版的咯 相信呢 可以做完完整版 会比较明确的知道你的类型 到底是哪一种 那今天呢 也很高兴邀请到了 于心来跟我们做分享 其实在这一本书当中啊 有非常多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哦 不过碍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稍后再回来我们节目现场 Zither Harp 还要牵住几双手 浪费几种的难过 才能留住我渴望的承诺 我也不必终止失眠的寂寞 多少撒尖的温柔 发生记忆就逃走 我该怎么领悟那些笑容 已不属于我 我还能够期待什么 想让眼泪流通 学着顾虑回头的美梦 我们能够满天邂逅 满天邂逅 告诉自己别跳过 累积情感而不踪 也有一次最受爱的结果 又提早追悟 我还能够期待 我还能够期待 满天邂逅 满天邂逅 想请你会 等候我 孤独到成熟 再相拥 可能会很难 Today天邂逅 有一次最受爱的 我还能够期待 我还能够期待 有一次最受爱的 尽力 它是相拥崖的 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 您现在收听的是高雄广播电台 FM94.3 AM1089 我是志源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志源邀请到了 由原神出版的心理能量 使用说明书的作者 书于心聊节目当中 于心您好 哈喽志源 上一段呢 我们有聊到了我们的心理测验 让大家知道自己的能量在哪里 可是我很好奇啊 于心怎么有这个契机来出版这样一本书呢 其实这本书 距离你上一本书啊 已经相隔了三年了 是没错 我上一本书的书名叫 活出你的原厂设定 也就是在针对心理内在的状态 帮助大家去找回 我们自己最顺畅的运作方式是什么 然后去解决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 这本书结束之后呢 其实有很多出版社 包含很多的编辑 都来跟我讨论说 老师你下一本想要出什么啊 好像原生家庭这种创伤 大家都很有兴趣 要不要写这个啊 感情的议题 失恋外遇很重要 要不要写这个啊 我是觉得每一种主题都超级重要 可是我就一直迟迟无法下笔 那后来我就做了一个静心 往内看的一个动作 我去看见我内在 为什么迟迟无法下笔 为什么对于写书有一点抗拒 那我后来才发现 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了 虽然我是从心理师这个身份 被大家所熟知 可是我在做资商的历程中 我已经不是一开始 做心理资商的方式了 我逐渐加入比较多能量的感受 在我的心理资商里面 那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难 去跟大家说明的 因为也的确我也收到 少数的朋友会说 哎呀我觉得能量这个东西 还是太悬了 我必须要有科学实证 科学研究验证 我才能够相信 但是我个人的每天的验证 我个人每天的临床的资商实验 真的可以看到能量 其实是更诚实于我们讲的话 因为个案来都会说话嘛 对不对 他就会讲我家庭怎么样啊 我内心怎么样啊 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他讲的话他也讲得很有道理 你也相信他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可是你就觉得他的话 跟他的能量给你的感受 是不一致的 我举个例子 像我有一些个案啊 他们常常会跟我讲说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创伤 我的父母真的都对我很好 我从来也没有吃过苦 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也很不错哦 那我觉得应该是不用讨论创伤这件事情 我听他讲完之后 我就去感受他现在散发出的能量场 其实我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伤口在哭泣的能量场 这是一个有点难跟别人述说的一个内在的经验跟反应 可是我当下真的就回应他说 我相信你觉得你的经验不该叫做创伤 可是我感觉到你内心有一个哭泣的声音 如果有的话 因为我也不是你哦 但如果有的话 那个可能在哭什么呢 我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突然之间 这个个案真的就哭出来 他原本看起来是还蛮活泼的 可是他瞬间就流下泪来 他才去感受说 因为他的家庭 其实真的不是那种会打他啦 会虐待他 不给他吃东西 很贫穷都没有 可是他的父母就是因为都非常的忙 都一直飞国外啊 做生意做得很大 所以其实他见到父母的时候 都要展现自己非常坚强很完美的一面 我功课很好 我什么事都做好了 爸爸妈妈你们都不用担心我 可是他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有 他有没有孤单的时候 有 可是他不能说 他看着疲惫的爸爸妈妈 他觉得自己不能说 所以他发现那个哭的声音是出自于 他不能说 他说了他觉得非常的有罪恶感 所以这个例子就告诉我说 如果我们的资商都只在听个案说的话 那个会非常有问题 因为那个说出来的话 都是透过我们充满限制的心理状态讲出来的 可是能量在表达的如果是另一个讯号 我们没有接收到的话 我们就会不知道资商在资商什么 那我们这本书也就是来邀请大家成为自己的心理师 我们来感受一下自己内在有没有这种不一致的能量 比如说我其实很悲伤 可是我哭不出啦 这件事情就表示 有什么东西是阻止了我们表达 宣泄真实的感受 类似像这样子的觉察 就可以打开那个我们压抑已久的门 然后让你的能量重新自在的流动 而不会塞在里面 或者是堆积在你的肩膀上 堆积在你的器官里面 讲到这边我就想要来请教于欣一个问题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刚刚有讲到原厂设定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一些是他本来的个性 但是因为外在的环境而改变他的能量 没错 这个是会出现的 所以原厂设定真的是我们要去探索 像刚刚志源私底下跟我聊天说 我们觉得好像我从小就是特别活泼啦 可以跟大家打成一片 可是为什么志源好像长大了之后 开始觉得自己比较隔离 那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很棒的不一致 所以我真的觉得志源超级有慧根的 难怪可以帮助这么多人 就是你可以马上看到自己的这个改变 也许因为你经历了什么 因此我们不要小看生命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经历 也许你没有因为这个伤而死掉 对不对 你也没有因为这个伤而趴在地上都爬不起来 可是你真的受伤了 这个伤并不会不见 除非我们去面对它 消融它的力量 它才有可能真正从你的潜意识消失 否则这些不一致的创伤 就会在潜意识里面形成某种自动化的反应 然后不断在你生命中影响你 那我就举志源刚刚的这个例子 如果因为你太常跟人连结 然后太能够跟别人互动 然后所有人都跑来跟你说他的痛苦 他的辛苦 然后你每一个人你都帮他服务 然后甚至帮他想解决的办法 你到最后你的能量会耗尽 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想要建立一个城墙 然后把大家都挡在外面 甚至有一个人打电话来说 志源你现在有空吗 你可能连那个LINE都不想打开 这个就是一个很反射式的自动化反应 你觉得又来了 我又没有力气了 可是大家又需要我 就是有这种很矛盾的心情 所以它就会在让你生活中 你好像没有办法去跟别人 好好的建立界限也好啦 或者是真正去帮助到别人 因为也许这是你原厂设定中 会让你觉得满足跟有成就感的事情 可是当你的能量耗尽的时候 你并没有办法发挥你真正的天赋 那这就很可惜了 像于心讲的这个啊 就让我回想我过去在做社会关怀节目的时候 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 很多人也会问心里是一样的问题嘛 就是当你听到了这么多的个案 然后听到这么多的故事 好像都很悲惨 好像都很悲怆 那你要怎么样去消化这个情绪 很多人都说 你在节目里面你都把人家问哭了 那你一直堆积一直堆积 每个礼拜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你会不会哪一天崩溃了 其实我就要找一个出口 比方说我去看表演 或者是说我去旅行 我在生活当中去找到其他的共感 然后去观察很多的事情 然后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让我去领悟不一样的人生道理 这个东西讲起来很像很玄 很像很奇妙 可是我觉得这是真的耶 如果今天我们可以转移注意力 或者是我们对生活当中 有更多的共感的时候 你的眼界就会放宽了 我非常同意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处于一个 比较低潮啦 沉闷啦 觉得好像怎么转都转不动的 那种情境里面 我这本书是把它定义成 灵魂暗夜 就是你觉得好像非常的黑暗 完全没有希望 那我非常推荐 大家可以按照刚刚志源的小提议 就是给自己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时间 出国啊 现在可以开始出国 真的是太好了 或者也不用那么远啦 你就去附近的家里公园走一走啦 或者是去路上看看路人的表情啦 猜猜路人的成长背景啊 猜猜他是什么人啊 就是往外的分散注意力 是一个蛮棒的方式 或者是跟别人聊聊 听听别人的最近有什么样的辛苦 其实也都蛮能帮助我们 去照料自己 但是我有另外一个小提议 就是在转移注意力 让我们内在比较松开一点 没有那么不舒服之后 我们还是得把这个注意力放回我们的心理状态 去了解一下我最近到底发生什么 假设说我最近觉得非常非常的忙 那我们就要来问问自己啊 这个忙它的意义是什么 或者是我想要这么忙 我想要获得什么 真正的去听听自己心里的声音 我们就更有可能从根源去完全调整 我们的心理架构跟心理模式 比如说像很多朋友他虽然很忙很忙 然后你简单问他说 你这么忙你为的是什么 那很多朋友都会说 我想要赚钱啊 对不对 我忙不是为了赚钱还是什么呢 这时候我们就苏格拉底式的提问 在追根究底的问 那赚钱你想获得的是什么 赚钱就好生活啊 对不对 可以过得好啊 那继续向自己提问 那过得好生活有好品质 可以获得什么 其实你会发现无限多的问题 问到最根本最根本 我们想获得的都是一个内在和谐的感觉 就是一个舒服的感觉 好像我不紧张了 我不焦虑了 我真真正正的满意此时此刻的状态 所以如果我们的最终极目标是这样 那我们就真的要常常从向外的追求 停下来 然后往内去培养出内在那种很满足 很和谐的感觉 因为那个感觉已经在你的心里了 只是我们没有去找他而已 所以呢 我们要让自己去慢慢地学习内省 跟自我觉察 找到内心里面最安放的位置 那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 资商心理师书于心来跟我们介绍这一本新书 由原神出版的心理能量使用说明书 希望未来有机会呢 可以邀请于心继续来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于心 谢谢 谢谢志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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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